国人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5月18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不满台中港建港及扩大苗泊区 影响渔民捕捞及生存权 数百位的渔民18号上午自发性的 集结到无气渔港来陈勤 大家高喊着还我渔场废除苗泊区 向港务公司表达强烈不满 并且要求赔偿渔民的损失 强调若是还得不到任何善意的回应 将不排除继续北上道行政院 向新政府表达抗议 拉起布条高呼抗议口号 因为不满过去受限于 商港法以及沿岸的港口开发 导致原本赖以为生的渔场 严重被限缩 加上最近港务公司打算 将禁止渔船进驻的苗泊区 扩大范围 引发渔民不满 18号上午数百位渔民朋友 自发性的集结到无气渔港来澄清 渔民表示 渔民表示 原先港务公司所划设的苗泊区 面积大约7000多公顷 但在民国92年重新划设的时候 范围却扩大为1万1000多公顷 造成渔民被迫得到更外海捕鱼 危险性大增 而且只要进入苗泊区捕捞 就得依商港法开罚10万到50万元 甚至没收鱼具 严重影响捕捕捕捞权益 多次协调都没有交集 因此渔民也不排除 接下来将持续北上抗争 现在把外交也没有去 定义我台中间 我们组业的都比较一半更加热 所以这是真的相爱渔民很严重 政府仍然说我没听 你对外面的我们的富裕 但是对内容是欺负我们渔民 520新政府上台 所以旧政府 卸任的政府 他跟渔民所做的选业是否有效 我们要看新政府的态度 所以说我们这些渔民 大家因因期盼 希望在520上台政府 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港务公司也强调 在台中港建港后 已经在民国87年 就有办理愚法补偿 经费高达12亿元 并强调苗博去一切都是 依法公告并无违法 而双方依然各执己见 对于即将上任的新政府 恐怕这将会是未来 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 介绍博翰台中采访报道